来自仁爱乡南风村的赛德克族医师谢龙次 等了好久终于在物赛地区开设诊所 他的精力完整 医病关系也非常好 就算来到山上开诊所 还是有病患追着他 从山下跟到山上给他看诊 台大医学系毕业的谢医师 过去待过不少大医院 同时具备内科跟急诊双科执照 有感于疫情带来威胁 远乡地区医疗量能不足 毅然决然辞去大医院工作 来到务事的开业看诊 希望借由一己之力 缩小医疗资源的城乡差距 从小的志愿就是要回乡 回乡服务 然后能够开一间诊所 因为最近也疫情的关系 乡下的医疗资源可能不够 包括我可能想说 做一些公费的快筛 能够提供新冠的一些 抗病毒的药物 所以我想说能够在诊所里面提供 帮助人 帮助我们的乡里人 不用说花这个那么多时间下去铺利 有感于疫情肆虐 原乡确展案例不断攀升 有时候救命的医疗都必须跟时间赛跑 因此谢医师希望回到仁爱乡开诊所 一来是信息对于家乡的情感 也希望把所学贡献相礼 为偏向医疗注入一份心力 原市新闻No 南投仁爱 草房报导